你怎么回事 这么晚叫我出来 什么事啊 市场部的Rebecca 是你的朋友吧 谁啊 乔丽 真有你的 昨天下午在江州 你还跟我聊着 你那宏伟而干净的梦想 白天黑大义灭亲地 去帮王桂林做演示 回头你就让你的朋友 陷害你自己的老板 乔丽 你有你的好口才 帮我解释解释 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在说什么呢 我说什么你心里没数 Rebecca给Steve交了门汇报 说工人闹事 是因为我没有考虑到风险 然后在事发之后 我的情绪特别不镇定 完全失去控制局面的能力 Steve把这份汇报交给了美国总部 今天下午 总部特地抓我跟何总 去开视频会议 乔丽 你 你到底在想什么 你不觉得这样子很幼稚吗 你当职场是幼儿园哪 我打你一拳你还我一脚的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 会让美国总部 对我留下什么样的影像 即便何总保护 我也被你害了 我现在应该跟我的家人 一起到了海南 而不是坐在这里 陆帆 陆帆 咱们要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你就把你的这一面 产现给我的话 我觉得咱们俩就不会 误会得那么深了 还浪费这么长的时间 看来赛斯的这份工作 对你来说真的很重要 你的自私 自命不凡 和你的那个中产阶级身份 都容不下你失去它吧 你不用在话中有话 夹棍带棒的 乔丽 我对你的耐心已经有完了 请你转告你的朋友 从现在起 我销售部所有人都会防着她 我身体她在斯蒂夫那儿 也没什么利用价值了 请她做好随时回前来接电话的准备 我不知道瑞贝卡为什么这么做 我会问她的 陆帆 她 幸好精通的这个案子负责人是余志德 如果是王桂林的话 你陆帆这样一个人 早就进了她的黑名单了 你跟王桂林之间的事 我都看在眼里 我只是懒得滚 事实上 从你跟方卫军那件事之后 你乔丽在我这儿也已经不单纯 但是现在 我还是要提醒你一件事 你跟王桂林之间 永远是销售跟刻骨的关系 不管她在你心里是多高大多完美 你知道她怎么看你的吗 你就是一个透过她挣钱的女人 你们的相遇不是什么童话故事 帮你们两个人做红娘的 是一张七个亿的单子 你跟她之间 是纯粹到不能再纯粹的金钱关系 是 我是为了钱经营很多事 换来的是你的交不起 换个角度想想 王桂林怎么看你呢 你们之间那些温馨的小场景 那些默契 到底是真的 还是你一厢情愿的梦幻 乔丽 你放弃了我 不见得能换到你想要的 对 就是因为有王桂林这个人 才让我觉得你这个人 是特别值得放弃的 我可以清楚地告诉你 陆凡 我跟王桂林之间的关系 没你想得那么直白 你信也好 不信也好 我和她之间 除了你嘴上说的这种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还真是有点别的联系 我这个人特别相信 有的人呢 就是你生命里的一场病 每天让你觉得特别烦 可你有天天惦记着她 总也好不了 但是有些人 就是你打出去的一个喷嚏 打完就完了 我现在不确定王桂林 是不是我生命里的这场病 但我可以确定的是 你陆帆 就是我打出去的那个喷嚏 是 我这儿没什么问题 派司机订了 咱应该没什么察觉 别动 咱一会儿我再打给你吧 我得先送孩子 是他妈那过年 都准备好了 那就去吧 人家在下面等你呢 记得啊 去了别跟你妈顶嘴 她是女人 得让让她点 爸 你一个人过年 不会想不开吧 好 操你自己的心啊 我有啥想不开了 我求之不得 去吧 多带点鸭就先回来 好 来 光临 东鱼 怎么那就是 两个是 一包吃 第五章 你们俩盘了 太厉害了 好 你俩盘了 你跟我装殇 我们提前给大家 拜年啦 不一样吗 嗯 一 起步 拜年 好 都是西北人 六六为难 对 六个上铃 南帝很冰冰的一样 南帝清酒 冬牛逊合鱼 高黑发菜 拼走了 这一句拼走了 我行啦 这一句拼走了 你是哪人吗 我行为大名展认 五載何那幻样传许 我 你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吧 妈妈再见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如果我发出去的牢骚可以变成汽油的话 那么只要看一次春晚 就够我全国自驾游的了 那咱们俩刚认识那会儿 那天聊完以后 你发那些牢骚最少能从江州开到上海了 差不多 零点钟声的敲响 还有不到三分钟的时间 喂 我有个电话得急 先挂吧 好 好吧 再见 那就是来自祖国东西南北的自负春联 喂 怎么样 证据都齐了 你把那个优盘给我吧 那是重要证物 好啊 你先 我先 行 什么时候要 就这两天吧 趁过节 工他们可出其不意 你们还得抓紧时间 他可能随时不会离开江州 哎呀 暮农软语啊 这回听我的 西 我们西北人说话哪是阳刚哪 充满了底气 听好了 西契龙图 城祥仙瑞 中原文却系 契福百年 好 都是西北人 留给我一男 对 给我上联 南北一堂冰堂 仰尊庆干 作季生毋 鸡兰 甘泰 听到了 就这一句 谢谢 来来来 喝下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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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会儿这条路还没修好 去你那儿一趟 得不留个小时 这路刚修好的时候 带着儿子来那儿踢球 踢累了 直接往地上一趟 舒服 后来直接就睡着了 谁能像你一样有福气啊 仙爷 野鹤一样 高速路上你都能睡着了 人这一辈子能在高速路上睡一觉 睡了啊 余志德那边你怎么计划呢 已经开始调查了 财政局那边已经派人盯着了 银行也安排了人 另外 张副市长那边 我想还是要看一看他 所以派人写了一封匿名信 揭发余志德 把所有的情况全写在信上 现在应该到了他的手上 我给他二十四个小时 如果明天这个时候 他还没有反应的话 就连他一起监管 我能搜据到的 都在里面 老王 真是难为你了 你和一日德之间的关系 你不用管这些了 因为我太了解之多 他连我都骗 那就证明这事他非做不可 没人能拦得住他 江州市已经冻起来了 张副市长做到新以后 抓给了刘苏季 这么着急的撇清关系 看来他还算磊落 要不然一定会平民压下来 给于智德留出跑路时间 也不好说 于智德现在在哪儿啊 你们清楚吗 势力动作比较慢 他们认为于智德 现在还没有收到风声 想晚上受网 不过我们这边盯着他呢 他有什么动力啊 没什么 就是在电话监控里有发现 他跟上海那边的 S4和S4的人打过电话 什么事 车没法查 怎么了 你怎么说 你怎么说都应该跟我打一个招呼吧 你打的可是我老板的小报告啊 说了你能同意啊 你也得跟我说一大堆 什么你们都是CNN院啊 不要在职场上身份来这里的话 您老 您不能听话就在通话就在通话就在通话 明明都是普通人 干嘛非得把自己搞得跟电脑一样呀 还有西盘地盘的分个区 或者被看一向是有车就报道 不能隔夜 虽然我心理上觉得过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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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那天看到路番的那个表情 还是挺过瘾的 你看吧 行 不用谢了 好吧 那就这样吧 拜拜 喂 喂 乔吕 你马上给路番打电话 让他们千万不要给余智德汇款 什么 会什么款啊 现在没时间给你解释 赶快打电话 要不然路番打猛会有重大损失 你呀 这该好好歇歇了 在年轻的时候 留一副好事都会给自己 那才叫永远见的 大老辣 也不招人烦 说得好啊 是 Ros 你说 你还是不烫啊 陈叔 你还是帮我换一块吧 怕什么有时间了 你该走了 你怎么知道我要去哪儿啊 是你警罢了 没事 没事 段庆给我留了一份录音 你怎么知道 去自首吧 我来找你 就想带你去自首的 你前面的路已经走不通了 往回走 还来得及 走吧 我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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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还有这份心啊 你就 陪我在这儿聊会儿天吧 最后 再陪我待会儿 好 人杂夫 你手 你们赶走 我想把我拒持 我不用拒绝了 我拒绝了 你 不肆了 如果今天出事的是你王桂林 我会有舍命保你的 你信吗 如果当初你对京通有这个意气 我今天就不用这么做 为了一个京通 你觉得值啊 那为什么算是值得呢 为女人为钱 你这么做值得吗 是 人做事总得涂点是吗 她能让我王桂林把情谊打进去的事 肯定比你涂的那个值得 京通这一千七百号人 你以为有谁把你当兄弟了 有吗 有一个我 我愚智者把你当兄弟 就是因为我把你当兄弟 才会被你骗了 你撒谎 布了一个局 能上当的人都是信任你的人 都是你身边的自己人 才不提防你 我王桂林没有信任过你吗 我差点拱手把整个京通都送给你 你以为把我搭进去 你那个京通的规划就可以实现了 就算没有我 也会有别人挡在你那条红尾的路上 你信我 我只求问心无愧就行 活在这份上了 活在风口浪尖上 你还指望能够问心无愧呀 王桂林 你的野心太大了 冤在我之上 我说过时间不多了 跟我下去自首啊 比别他们堵在这儿也好啊 不急 我问咱们有什么着急的事了 我无所谓 你帮我 把我这张脸 收拾干净吧 我帮他兄弟这么多年 你不了解我吗 我是个抢救人 兄弟 来 帮我 我看你去给谁 我看你这个是个抢救人 我看你那老闆 我看你去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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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来 我看你去乱家 我看你去乱家 你对不起 好 于智德 您涉嫌携款潜逃 请跟我们回去调查 我愿意配合你们 另外 我还要举报 张启民 张副市长 你知道 这次针对你的拘捕行动 就是在张副市长的 配合下进行的 可是在其他问题上 我有充分的证据 可以证明 他不应该 再坐在副市长的位置上 好 上车再说吧 没办法 我还是忍不住想帮你 等我帮你清掉最后一个路障 就能够成功了 你的精通改制 就能够成功了 你记着王贵林 你欠我的 现在出发去江州 现在出发去江州 可是陆帆总监已经建议我离职了 我不明白为什么 现在又让我重新回到这个项目里 乔丽啊 你应该也清楚 精通这个项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之前我们的对手公司站错了队 以现在的形势来看 赛斯的胜算很大 而这一胜算 很大一部分功劳是出自于你 所以我非常希望 你能回到这个项目中来 何总 之前打电话给你 通知你不要给余智德汇款 是我的举手之劳 毕竟那笔钱 是要被余智德卷走的 就算我不是赛斯的员工 是个普通的路人 也会这么做 所以感谢您邀请我回到赛斯 但是我已经有其他的打算了 乔丽 你一直是这个单子的销售 现在客户还没签字 你就要走 你觉得这是傅责任的表现吗 在精通这个项目里面 不管是我还是王厂长 我们真正地进入过 你们的视线里吗 我们始终是板凳队员吧 现在王厂长成了你们的主攻对象 我替他开心 也真的希望 赛斯能做成这个项目 我同意离开 是因为我跟陆帆总监 对彼此的不信任 所以即使这个项目合作成功了 对我来说 也没有什么成就感可言 何总 祝你们顺利 何总 祝你们顺利 这次于智德的案子 市里决定低调处理 因为还涉及到张副市长的很多问题 省里和市里 很关注精通接下来的动向 桂林 市委讨论决定 要把精通这个摊子就交给你吧 你马上按照你的计划 加快速度完成改制 立刻把购买软件的事情定下来 桂林啊 在接下来的工作里 会有很多人 在身后盯着你的一举一动 虽然你重新掌权精通 但是你没有放开手脚 随心所欲的权利 你必须小心谨慎 必须保证所有的环节都是干净的 在这个基础上 你要做到的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让精通改制成功 而且必须成功 因为我也好 你也好 精通的一千多号人也好 我们都输不起了 我尽力 我不光是要你尽力 我是要把你这个人 堵在精通 陷在这个枪口上 好 我能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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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好 好 感谢观看